日本人今年是特別關心 美國職棒的世界大賽 主要是為了幫大鼓祥平加油 在他的老家岩守縣澳洲市 鄉親們聚在文化會館 透過大螢幕一起看比賽 充滿了熱情 還有球迷收藏大鼓從高中 一直到現在的各種紀念品 深深以他為榮 不斷揮舞加油棒 為大鼓加油 連大鼓曾經讀過的幼稚園 也有大批小朋友前來助陣 大鼓祥平在美國大聯盟 首度打入季後賽 他得以首線澳洲市鄉親 都以這位日本之光為榮 當地民眾這兩天 齊居澳洲市文化會館 透過大螢幕觀看世界大賽 得知大鼓肩膀受傷後 仍舊上場比賽 看來傷勢無礙都感到很欣慰 澳洲市市長表示 大鼓不只是他們心目中的英雄 更是每個人的好榜樣 從少年時期就展露頭角的大鼓 早就宣粉無數 這位美容院老闆就收藏了許多大鼓的紀念品 從棒球到球衣到手套到公仔 至少有三百件文物 就放在美容院的等候勢力工人欣賞 這位鐵粉說 他覺得最珍貴的紀念品 是去年在世界棒球經典賽決賽中 擊敗美國隊的日本隊所有球員簽名的帽子 上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大鼓祥品 而澳洲市政府更不妄以大鼓之名推廣光光 市府大樓外高掛祝賀大鼓 贏得兩屆美國大聯盟MVP 以及打出54轟59道新紀錄的布條 市政廳內還有一處大鼓展覽區 這裡除了展示大鼓的照片 簡報和景旗 還可以和大鼓的複製手握手 大鼓在日本掀起無人能擋的旋風 球迷也希望他早日康復 在世界大賽接下來的場次 繼續大方一財 公視新聞總會民編一 多集合 本來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